好,又到了本週的安東女球教室 這禮拜要教大家平球往下壓的動作 我們之前有學過平球的話 基本的動作是小臂、手腕跟手指的搭配 這禮拜主要是教大家 當這個球非常的低,比網子非常的低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樣去祈禱 基本上是當球越低的時候 我們會用到越小的肌肉去做發力 比如說現在球是高過頭的時候 我們是小臂、手腕、手指 如果球差不多在額頭的位置 我們是手腕、手指 那球如果是剛好過網的話 那我們用最小的動作就是用手指去做氣球 用手指去做回拍跟擊打的動作 我們是大拇指跟中指扣住 然後小指跟無名指放開來 然後擊打的時候呢 是小指跟無名指拉回來 食指壓出去 這樣子 這裡 好 那我們等一下看一下示範的動作 好 像這個球因為很快力 非常的貼網 所以我在壓的時候 我的手腕的部分呢 它只有一點點而已 因為你手腕你一躲了 就是球拍就碰到網子就犯規了 然後呢 你的小臂的部分呢 小臂一躲了 就會形成你的揮拍速度太慢 那當你靠近球的時候 球點又比原來又更低了 那你就又打到網子 有時候大家會做錯誤的話 是它會把大拇指會放上來 那你大拇指放上來以後呢 基本上你在揮動的時候呢 你會覺得手腕會很好活動 但其實你在做握力的時候 你的指力就會差很多 對 就會變成你是用手腕當指點 今天大家要強迫自己把拇指放下來 然後用拇指當指點 那一開始在做的時候 可能會比較沒有力量 可是你可以試著練習 用這樣的方式來做發力 然後久了之後呢 動作就會變很小 那剛剛做的是正拍的手指發力 那我們現在換成反拍的手指發力的話 首先你也是上三指夾球拍 然後小指跟五兵指做放鬆的動作 然後在引拍的時候呢 用手指去引來 這樣子 然後會拍的時候呢 是小指跟五兵指抓回來 然後拇指推出去 拇指推出去 這樣動作 對 剛剛正拍的話是 小指跟五兵指抓回來 十指推出去 那反拍的話是用拇指推出去 那早拍的話 因為五兵指的力量是比較大 也比較清楚的 應該會比正拍好學很多 好 大家可以回去試試看 好 嗯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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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本周的安東語球的教室就看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然後發現這個教訪給你有幫助的話呢 歡迎按讚安東語球教練的粉絲專頁 以及我們的好朋友的粉絲專頁語球密碼 好 謝謝您的收看